在一首大學社團的熱鬧表演開場之下 今年的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即將進入尾聲 閉幕典禮上頒發各項團體總錦標獎項 分享選手們的榮耀 今年由高雄一首大學承辦的全國大專運動會 一共有一百六十五所大專院校 以及一萬兩千名的選手 參加這項運動盛事 大約會也移交給明年 將承辦大運會的宜蘭大學校長召韓傑 為了展現宜蘭在地的泰雅族特色 還安排了泰雅族的傳統舞蹈表演 一百零二年 所以宜蘭一口氣可以有這個機會 能舉辦全國中上運動會跟全國大學運動會 我們的吉祥物也選出來了 一大選的是犀牛 我們選的是臺灣牛 只差一個字 象徵這個宜蘭苦幹實幹的精神 而原住民及選手在各項運動都有傑出的表現 在田徑公開女子組部分 阿美族的潘秀蓮在四百公尺以及四百公尺跨欄都奪下冠軍 阿美族的張愛華則是在四百公尺與四百公尺跨欄 分別奪下亞軍與季軍 阿美族的徐勇傑則在一百與兩百公尺項目都拿下亞軍 公開男子組則是由阿美族的成傑包辦四百公尺與四百公尺跨欄的冠軍 其中四百公尺跨欄成傑則跑出四十九秒六八的成績 達到奧運逼標不僅打破大會記錄 同時也取得進軍今年倫敦奧運的門票 另外阿美族的葛文廷則在一百一十公尺跨欄拿下冠軍 柔道項目公開女子組第一集則由悲男族的李杰林拿下亞軍 第三集則是由泰雅族的舒施林以及排灣族的莊文綺包辦冠亞軍 公開男子組第二集則由周族的杜凱文 以及悲男族的簡嘉宏拿下冠亞軍 第三集則是由悲男族的陳綠慈拿下冠軍 阿美族的曾俊杰拿下季軍 跆拳道項目公開女子組六十二公斤 集則由排灣族的潘影拿下季軍 公開男子組六十三公斤 則由阿美族的朱元智拿下冠軍 为期五天的一百零一年全國大專育校運動會 也在省我熄滅後畫像完美的句點 相約明年宜蘭再見 記者達利福阿利福高雄大樹採訪報導